被带走调查的奥运冠军不是王门 8月9日王门峰发声回应被冻结股权445万 声明中称被冻结的股权是正常维权过程中遭遇的司法诉讼 网上出现的很多不识言论都是谣传 公司的运营一切正常 目前已经对清权的相关情况开展调查取证工作 后续会对造成恶劣影响的恶意清权者提起诉讼 随后王门工作室发声回应了 日前有奥运冠军世界冠军被带走配合体坛贪腐调查的传言 工作室表示没有没带走 没有配合调查也没有联系不上 门主一直生活在阳光下 希望外界不要以讹传讹 此前有博主爆料有一位前世界冠军 奥运金牌运动员被带走配合调查 在网上引发热议 然后就爆出了王门被冻结股权445万的消息 网友把这两件事联系到一起 就传出王门被带走调查的不实言论 王门属实是人在家中做 郭从天上来 目前王门进行了辟谣 那么奥运冠军被带走配合调查的爆料究竟是真是假 希望尽快有相关的说明或者澄清 避免网友猜来猜去 对无辜的运动员造成影响 好 好